质碑三昧水颤 背后有一个寓意非常深远的故事 在中国汉朝时 朝措与袁岸同时修道 也都是异地的大臣 然而袁岸却设置陷害朝措 在皇帝面前咒罪他的不是 可怜的朝措被腰斩于东市 并株连九族 袁岸却转世成为佛教僧侣 法号支玄 年轻时的支玄 曾救助一名得了加摩罗重病的僧侣 这僧侣全身伸着窗 并发出难闻的晦气 大家都厌恶他 但支玄法师住在他的隔壁 怜悯他且常常照顾他 没有一点讨厌躲避的颜色 这位病僧在痊愈之后对支玄说 如果你日后有奈 可以到西蜀彭州九龙山来找我 这座山里有两棵松树 看见松树就可以找到我 后来支玄修行有成 名声越来越广 他所办的法会连皇帝都亲人参加 并赐他城乡法座 皇帝还尊他为国师 浩悟达 受到皇帝厚爱的悟达国师 愁愁赐满 饮食起居也渐渐奢华 没想到膝盖上突然生出了一个人面窗 国师虽然找来了许多名医医治 但却都束手无策 人面窗也更加恶化 这时他突然想起过去那位生病孙女所说的话 立刻起身前往九龙山 果然他看见了山中有两棵松树 于是更往山里走去 寻见了一处广红华丽的庙宇 而当年那位病僧正站在殿前等着迎接他们 久别重逢 相台甚欢 悟达国师并将人面窗一事告知 他则和国师说 请您不用担心 此山中有一泉水 只要用泉水洗桌窗口即可痊愈 第二天清晨 村里就请一位侍童引领国师到留泉处 国师刚要捧水准处清洗 不让人面窗竟忽然大声说 住手住手 不可以洗啊 你是否读过西汉史书上 原昂与潮措的故事呢 国师回答说 有的 我曾经读过 人面窗就说 往昔的原昂就是您 而潮措就是我 当时潮措被腰斩时心怀怨恨 因此我累世都在寻求报复的机会 可是你时事以来 都是身为持戒严谨的高僧 民营中戒神在旁保护 使我没有机会报复 一直到这一世 你由于受到了皇上的恩宠 而生意傲慢之心 才使我有机可乘 如今承蒙加诺加尊者的慈悲 愿意来调解我们的仇怨 此三面伐水令我解脱 所以我们之间的夙愿也告终结 从今以后我不再害你作对 雾达国师听完 赶紧取水洗窗 痛彻心髓的苦楚 向国师昏了过去 醒来之后 膝上的人面窗果然已经消失无踪 于是国师幡然大悟 赶紧前去礼谢加诺加尊者 却只见山烟渺渺云影茫茫 尊者不知去处 就连那些原本金碧辉煌的塔堂也已消失 至此 国师才知因果报应 确实一丝一毫也逃不了 于是写下 共三卷的水颤经文 愿后世有缘之人 而是写下来不及协调 结尊者不知 对